坐落于云南著名景区胡跳峡上的金沙江铁路大桥 是丽江至香格里拉铁路的重点控制性工程 两端分别连接玉龙雪山隧道和哈巴雪山隧道 全长882.5米 是世界首座大跨度甘横梁铁路悬索桥 近日丽江铁路开通满一周年 这一年内列车的平稳运行 离不开铁路职工们的心情复出 其中就有一群高空舞者 负责胡跳峡金沙江铁路大桥 桥体日常维修养护这一任务 他们需要对大桥主览 塔身主体结构 大桥阻尼器等进行询解 我们这座大桥线路专业部分 就是轨道部分 它是由线路专业负责检查 每个月检查两次 桥路专业主要负责桥体检查 每个月检查一次 日常过程中 现在主要是采取无人机 还有人工巡查的方式 对我们这个桥梁进行检查 目前存在的困难就是 这座桥它那个检查体量比较大 全桥光是螺栓就有56万克 桥隧工们完成大桥的全面检修 需要从蹲台底部一直检查到 距桥面高66米的主塔上 检修主览时 当侧巡检 晚反大概需要三小时 行走在主览上 脚下是湍急的虎条峡江水 身旁是呼啸的寒风 每一步都需要格外小心 由于虎条峡金沙江铁路大桥 结构复杂 仰呼它面临的是一场高空 高寒 高海拔的三高考验 这个桥它那个光是桥面 离这个江面就有250米 再加上我们这个主览 主览它就更高 整体桥面加上这个 加上这个塔柱的话 应该是300多米了已经 虽然它那个检查通道也比较完善 就是我们这个主塔上面 它也有这个主塔专用的检查通道 但就是因为高 很多职工 这个恐高的心理啊 一直难以克服 每天有14对列车从桥上通行 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细微的险情隐患 都可能触及安全红线 所以检修工作必须达到零差错的高标准 这里海拔将近2500米 桥碎工们还要爬到更高的杠拱最顶端作业 这不仅极大的增加了作业难度 对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是一种挑战 第一次上这个竹篮的感觉是 在上面你人不能往下面看 有恐高的往下面看 就会感觉有点头晕之类的 以前我也是恐高嘛 也会有点害怕 但是爬了这座桥以后 爬了这座桥以后就克服了心里面的困难了嘛 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 我就第一个上去了 复兴号动车组 傍着航风从隧道驶出 急行穿过虎跳峡金沙江铁路大桥 用时不到30秒 铁路职工们夜以继日地坚守 让沿线民族同胞和各地游客 都能通过立香铁路安全抵达目的地